时下随着中美经济的不断发展 以及互联网家的不断升级和开拓 很多成功创业人士抓准了商机 吉林文头集团创始人 中美企业峰会理事张子毅 以互联网殡葬理念作为切入点 将自己的商业帝国带到了美国 此外他将个人的经历和生活感悟 撰写成书《中国活法》 为有志向的创业年轻人提供思路和经验 《中国活法》当然是给华人看的一本书 总的来讲给华人看的一本书 那么有很多外国朋友也喜欢看 我去年也翻译了一本英文版 也在美国出版了 这本书主要是结合国内目前的一些社会现象 来阐述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特别是在这个大家也都看了 翻过这个序 有一些社会现象呢 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发生的 有很多事情在美国会是笑话 但是在中国的的确确呢 它是这个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些产物 我们想想推动社会发展 那么当然在美国呢 现在是这个这个是世界的第一大强国 有很多现象是以前发生过的 包括环境问题 包括人文一些问题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想让更多的这个中国人去了解 我们如何找差距 如何找问题 如何能够更快的去进步 为真正的这个这个美丽中国 真正的中国梦 早日的实现 去做点自己的贡献 右败网是张子毅带来的全新殡葬理念 打破传统的需要亲自计扫的模式 让远离家乡的人 可以利用互联网 表达对失去亲人的思念 除了提供服务 该平台还有收集出生死亡人口数据的功能 他希望右败网的大数据平台 可以为政府和研究机构提供参考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